Hello 欢迎大家 又来到松仔和松他的频道 今天是星期一 但我觉得心情又没什么很Blue 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 不Blue 是啊 挺好啊 挺开心啊 今天有太阳 但唯独是看着镜头的时间 看到自己的样子好像又肥了 心情开始就低落了 所以很多朋友就在留言区说 其实做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做运动也可以令到个人快乐 这个东西十足松妈经常跟我讲的话 其实我知道的 我也很想建议大家 但是大家都知道 我讲话要是我自己真心认同的东西 我才跟你讲的 在做运动方面我不是不认同 但我实在的不起我那个心肝仔 就走出去进行这个运动的环节 因为在英国做运动有时候有些矛盾 譬如家里大一点 你可以放得到跑步机 或者那些滑雪机 单车机 诸如此类 你可能放得到一两步 那你是做到健身的 但是你在家里做 你又会有一种莫名的孤独感 觉得只有一个人自己做 好像没什么动力 你看着他你都不想走上去 或者我把他放在outbuilding里 从此我就没有走进去的outbuilding 我觉得不是 我会千方百计不进去的地方 我要洗衣服 我要洗衣服 那里要吸陈 是啊 总之我藉口不让你自己走进去 我很忙的 我做不到那里 好了到你做了 真的得起心安做了 我试过的 每天做 你觉得重复做同一样的东西不行 我这些肌肉组 就不能运用得通透 是吧 你要运用不同的肌肉 那又要买到一些东西回来 是的 又或者你出去外面做 是吧 那我就会继续合作 那我继续其他健康 那很便宜的 那些健康是十多磅而已 那你继续了很多不同的机器 那但是问题是 我家里开车去呢 有点点远 就是都要整20分钟 那又冷了 你想想 就是又要上车 就好像我之前说 又要抬着引擎 又要刮雪 然后又要开了亂地 又要收拾东西 收拾东西才是最麻烦 就是收拾东西呢 那你不可以说永远那个袋就是那些东西 因为你始终毛巾 底褲 寒衫那些一定要拿出来的嘛 水壶啊 然后 然后还有很多周边产品的 那你做 要一个锁 你觉得闷啊 然后又要戴AirPod 戴AirPod不够 戴iPad iPad又太大部 戴iPhone iPhone又太小部 很矛盾的 然后又没电啊 是的 没电 差点 因为没电的话 你真的很blue啊 你不想去啊 没了心情啊 你没有东西看 根本怎么跑才行的 是不是 你看到啦 有很多原因 就是你想做运动 是为了令你开心 但是你做运动的时间 要顾虑周边的其他东西呢 就是另外一个令你不开心的原因 这个也是昨天说的那几个variable time since the failure of new year's resolution 和 the feeling of needing to take action 我今年都没有make new year's resolution 所以我没有failure 你们今年完全没有期望嘛 是的 没有期望 人就不会失望了 你一旦不给他任何期望 整条公式就要瓦解 虽然不是很blue啦 但是我觉得今天呢 是明显地多了很多车 是呀 很辣多车 今天这条街呢 我是好像在玩弯岸高速那样 就是左闪右避 真的都有很多车啊 平时回来我不用塞车的 我今天要駕上去曼律下来做事嘛 但是呢 有四条链啊 你知道行M6那里上去呢 是有三条链都被货车包围了 是包围了 我只能够在第四条链那里走的 连送货都是今天才开始送的 我相信今天是我们的叫做全面复工 那今天我有个长期涌等呢 那他就在我comment那里留言 他说呢 他对上一次呢 他在买房子 他对上一次律师跟他对话的email 是12月的20几号 他说一直都完全没有消息的了 那他说 松仔你真是神寓言 我今天就是1月15号 他说我马上打一起床 打开就看到email了 律师终于回覆我了 为什么可以这么准的呢 这个呢 跟我的预测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纯粹是用经验所得出来的结论 因为我们住了20几年 实在每一年都是同一个时间 他们才会出现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预计到的 我之前一直都跟我的客人 或者朋友都是这么说的 你预计了由12月的15号开始 就会逐步呢 就离开这个职场的了 看到那些人 然后到1月15号呢 才会真真正正的所有东西 是叫做回复正常的 我相信因为回复正常的压力太大 所以大家都非常之沙压 由于呢 全英国都全面复工了 那包括新卫城呢 也都是全面复工的 所以这个星期呢 这个盧旺达计划 又会放上去这个国会辩论 还有他们会进行第二次的表决 究竟是知不支持这个盧旺达的议案通过呢 第二次要决定这件事了 但是呢 今次就发现有很多人是投反对票的 原因就是在Tory保守党里面呢 就有一班NP呢 他们就制定了一些修正案 那就有某几个点呢 他们是想要将它修正 修正完之后呢 才放上台 但是现在呢 新卫城是坚持将现在原有这个方案 就这样放上来表决 那就变成了呢 现在连保守党的副主席呢 本身呢是被order了 他是要投这个赞成票的 那他公开出来呢 就说他跟另外一班NP 签了一个备忘罗的承诺这样 他就不会投这个赞成票了 那现在变成了这个保守党的副主席呢 他的职位呢就岌岌可危 因为有机会呢 新卫城是因为这样呢 将他不走的 但是 是的 但是与此同时 发生着这件事之间呢 那今天呢 天空新闻呢 Sky News又报道了另外一件事件 那这件事件呢 就是事源呢 这个奴旺达计划呢 本身原来呢 就出现了一个 智商矛盾的情况在那里 什么为之智商矛盾的情况呢 原来在2022年的4月份的时间 英国的immigration那里呢 是收了六个非洲裔的难民 就grant了他们这个asylum的资格的 OK 但是这六个非洲裔的难民呢 他们的国籍身份呢 就非常的尴尬了 因为他们是奴旺达人来的 蛤? 是啊 他们是奴旺达人来的 那你要想一下了喔 现在你要将英国的那些非法难民 非法移民啦 和那些想等候变成难民的人 就送去这个奴旺达 你就说是安全的 是的 你就说他是一个安全的第三方国家 但是问题是 如果他是一个安全的第三方国家 你又何来会将他那里的六个国民 变成了英国的难民呢 那难民就无非都是尋求某程度上的庇护 视乎他是因为什么原因 而需要这个庇护啦 是啊 但是如果这个国家是绝对安全的情况下 你没有理由可以grant六个人 这个asylum的资格 就是这个是 有一个严重的矛盾位在那裡 就是其实都不需要法官判 都知道你的奴旺达计划走不下去了 另外就是 这六个人暂时是不知道 为什么他们会被grant这个asylum的身份 但是其中一个呢 就已经肯定了 他是因为性取向的问题 而要grant这个asylum seeker的身份 那这个呢 其实呢 以我所知 我不是100%肯定 就应该已经是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的了 就是如果你是因为一个性取向 而遭受到迫害这样的话 那其实已经是违反了很多人权法案 那所以 如果你一定要推行这个奴旺达计划 其实 其实和柏菲文说的一样 首先你要脱离那些法案 否则你根本没有可能 因为你work out不到 你怎样告诉别人 证明那个地方是安全的 如果你这个计划 本身的目的就是要告诉这个法官 我们的计划 去送去的人是安全的 那个地区是安全的 你不能够challenge 我们送去的这个地点的话 那就因为你grind了他六个人的asylum 这件事 其实已经走不下去了 你证明不了这件事嘛 那最大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新卫城在制定这个计划的时间 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吗 就是这六个人 这个事件 是没有上报到上去他们的层面 没有想到会有人知道的吗 就是现在这个事情 还有为什么拍飞闻都辞职出来 去对他的时间 那为什么拍飞闻都没有说呢 他是主理这件事的那个人来的 不过我觉得如果他说了出来的话 而他们现在劳王达计划是work了 是开始送人过去了 那现在那些难民就告诉你 我现在的性取向就是 就不符合劳王达的 那就不用去了 都有可能的 就是说了出来 那别人知道了 别人就会用这件事的嘛 是有机会的 有机会的 就是他利用这个漏洞 那然后就说 我不是这个取向的人 是呀 所以可能 所以你就不可以送我过去 是呀 就算你work也好 他都有方法 因为这六个人的先例 然后 dependent我们这六个人是怎么样 是英国拿这个asylum 是啊 那然后那些人 你不想被他送过去 就说我就是这样 我就是他了 我就是他了 他是什么 他是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 总之就是他了 总之跟他一样 那你已经不够了 你哪有可能够才行 正正因为这样 英国的前immigration minister Robert Jenrick 之前跟柏菲文一样 是因为这个劳王达计划 他认为是现阶段这个执行方法 是不够的 所以他就是辞职 也都公开炮轰了这个新卫城 那他今天呢 也都在泰晤士部里面呢 是写了一篇都很长的文章 那就是讲述呢 他自己是提出一些什么修正案的 而我刚才说的那位副主席呢 就是保守党副主席呢 就是签署支持他这个修正案 那现在这个修正案呢 是未摆出来讨论 也都没有人知道 即是没有人知道 他会不会是成为这个 这个劳王达计划之后的修正一部分 那但是呢 他提出第一个最中心的理论呢 就是 Exactly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东西了 以目前这个劳王达计划来讲的话呢 如果你直接确硬要推行 立紧急临时法例 去将它硬硬绕过英国的法院去推行它的话 那你就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那个问题就是 任何人想上飞机 那个人呢 都会跟他说 等一下 我是因为这样 所以要来英国 我不能去到盧黄达的 因为你也看到了 盧黄达那些 这样 那接着你每一个人 逐个就要去和他审讯 那最后导致什么呢 导致呢 就是法院面对很大的压力 因为逐个人要和他审讯 是完全浪费我们的资源 你也没有办法 照齐一班机的人 是可以将他送去的 现在这个计划呢 极其量呢 你可以飞一班空的航班去 或者你将新卫城摆进去 再飞过去都可以的 但是随此之外 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那在他的修正案里面 其中有三个重点呢 就比较重要 他认为如果一旦 通过这些修正的话呢 他这个奴旺达计划呢 才叫真正可行 第一点呢 就是因为根据这个斯特拉斯堡法院呢 就是执行这个国际法 和欧洲人权公约的法院呢 他之前是裁定了这个计划属于非法 那所以就ground了我们的航班 2022年那时候 本身已经有航班 带着那些人想着飞过去的时间 林飞之前就被他夹了嘛 不让他走嘛 但是呢 原来呢 经过一些牛津大学的法律专家 是去研究这个法例之后呢 那原来里面ground了我们这班飞机的第39条呢 其实是一条对英国政府没有约束力的法例来的 因为原本在签署这个国际法的时间 1949年呢 一些原始签署过 包括英国在内呢 他们签署了这个法例 是需要原本签署那些国家 授权这个斯特拉斯堡的法院 嗯 他赋予这个权力去检控这些行为 他才有检控的权力的 一旦那个国家不认为 譬如我在英国我签署了 但是我不认同 你有这个权力去检控我的 是 那他对于你的国家 就没有了那个检控能力的了 哦 他纯属一个建议 那但是呢 你如果不去修正现在的法案的话呢 就会被人觉得你是 就是我特意去违法去做这件事 哦 但是你就要表明的身份就是 我现在不是去藐视你的法律 只不过是你的法律 和我现在要维护国家的法治利益 有所冲突下 我们迫不得已呢 就要以我们国家的法治为优先 嗯 就这样的情况下 去无视你这样的执行命令 是这样的意思而已 那这个就是他第一个点了 但是当然啦 里面有很多法律程序的东西呢 就是我这里也不深入探讨 我又不是专家 那但是总括来讲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其实你是 作为应该是有权去无视这一件事 但是不代表你会这样 因为这样而离开了人权法 只不过你可以无视他里面某一点这样 是 第二样他要堵塞的漏洞呢 就是不可以给任何人 只要他个人认为劳岸达不安全呢 他就有权不搭这班飞机 他要拿走这个权利 是 他换 instead他换一些什么上去呢 就是除非你上这班飞机的时间 你是有生命安全威胁的 譬如你是会有一个医疗上面的medical issue 我上去 即是你不能坐飞机的 是的 坐不了飞机的 心脏病的 会趴下会暈倒的 会有一个 physical 是的 一个身体健康的状况会出现问题的 除非是这样的情况下 才有机会是可以令到他不用上飞机 其余任何理由 一概全部扔掉他上飞机 接着送他去盧皇达 那这个呢 就要第一条成功了 那你第二条你才有机会成功了 第三样呢 就是Robert Jenwick说 在他辞职之前呢 他已经确保了这个劳工人权法呢 里面大部分的范围呢 已经不再在一个人权法里面适用的 就是他已经做了这一部分的一些法律程序的了 那他说呢 这个人权法里面要活的东西呢 就必须要是这个欧洲人权公约活的呢 他才会一起活的 就是你不能够说这个人权法活的 就是欧洲人权公约不活的 就是两样东西一起生效呢 他才会生效 但是呢 现在呢 他已经是移除了很大部分的这个劳工人权法 那他说呢 法院呢 其实可以根据他移除了的东西呢 就很迅速地颁布 就说 这个现有的人权法里面的条款呢 他和我们现在英国用的欧洲人权公约里面的法例呢 就不相容 incompatible 那其实他三点里面 其实都是讲一点的 就是我可以继续留在你的人权法 和欧洲人权公约里面 不过呢 如果你里面那些东西不合我用的话呢 我就会无视他了 是 那要不你就咬我吃啦 不过呢 他就明文规定写在这个劳王达的意外里面 就整个一起推出来给你看 那我相信大概概念就是这样 但是他说如果你不做这一步的话呢 其实就没办法可以将劳王达计划是实行到的 就是说其实他讲的这一样东西呢 我估计呢 其实是一个变相的柏菲文那个修正案 就是柏菲文就是主张我直接脱离这些人权法 人权公约 我就喜欢我怎样做就怎样做嘛 是 他的意思是我继续表面上是留在你那里的 你可以不满意我 但是我是不会跟你这些命令 就是这样了 就是其实里面背后他做的东西是一样的 是 只不过他没有走到那一步是我离开 是啊 我没有断了他 就是等于你跟那个女孩拍拖 那你是没有跟他名义上分到手 不过呢就各有各有新欢 各有各食这样 就是你可以跟我摊牌的我不介意的 但是我现在就没有跟你 我不跟你摊牌 但是我跟你一切男女朋友的行为 我们都不会再有的了 你可以禁止我出去找女 但是我仍然会出去找女 就是这样了 以上就是他的修正案大概的意思 但是当然里面有很多的法律的基础 和一些复杂的条款是需要处理的 但是他最后文章也提到 他说如果 你英国政府是拒绝他这个修正案的话 那也都是硬要去通过一些 根本不合理的一些法案的话 这个将会是对英国公众的背叛 那么隔于过去五年呢 英国政府不断做出了承诺 但是呢 也都是违背了他们当初下的这个承诺 做不到他们要求做的事情 那么这个呢 对于英国来说是灾难性的 他说如果过去五年呢 我们已经有超过十万个非法移民 是进入了英国本土的话呢 那么这个呢 就代表了呢 将会是未来的趋势 他说如果不做任何事情 去阻止它发生的话 未来的五年呢 也都不难会见到 有超过十万个非法移民 是再度因为这样的途径而进入英国的 那么这个呢 是纯粹欧盟的无能 那么所以他说要令到英国呢 可以离开欧盟这个无能的约束力里面呢 那么我们只能够是用这些修正案呢 是对付它 那么其实呢 潜台词我觉得他是说的 就是英国既然已经脱了欧 那么我们没有理由 再要背负着欧盟的包袱在里面 就是因为欧盟的无能 而令到我们有那么多的难民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法律 将他们驱逐出境呢 这个应该是Robert Jarrick里面 文章里面想带出一个意思 不过他又没有很坦白地去说出来 which is parfait 是有的 但是呢 我们之前也有讨论过 关于英国留在欧盟 还是离开欧盟的好处和坏处 那么我们现在既然已经脱离了 那么我们也需要向好的方面想的 其实现在呢 开始见到呢 有一个都很明显的一个分别呢 就是 欧盟呢 现在大部分的地区呢 已经是进入一个recession 一个经济萧条的状态 那而且呢 他们是 有些国家呢 就已经进入了 有些国家呢 就是临进入的边缘了 overall 整个欧盟呢 都没有一个推动力 去怎样去增加它的GDP 怎样可以令它 摆脱这个recession的一个阴霾 反而呢 在英国呢 我们都还未说很大规模地去讨论 recession的问题 我们都未进入这个recession 是啊 那所以其实某程度上说 原来 你留在欧盟 你可能有很多的商机 或者很多的freedom of movement 很多的工作机会 问题就在于 当它这个引擎整个停摆的时间 我们就算怎样行得努力 都没有办法是离得开 就是等于一只龙舟 后面全部人都不动 你前面那个死命会 那只船都是不会动的嘛 是啊 但是现在我脱离了它的时间 它不动 那我就继续挖了 对不对 那我起码有离开的一个希望在这里 或者就算 可能最终我们都有机会 会进入recession 因为始终我们都是欧洲 但问题是 我们的速度可能会比它慢 而且离开的速度 也有可能会比较快一点 是啊 现在已经是开始看到有个分别在这里 就是通常呢 别人好的时间呢 你就会希望 你自己都会沾上别人好的一些好处 但是当别人差的时候呢 你也会很慶幸 幸好啊 我就不是跟它同一只船 不然呢 不然呢 不然大家已经撞了冰山沉了到海底了 那据Telegraph呢 昨天的报导呢 英国呢 在过去的六个月呢 我们得到的这个经济增长呢 是有0.3%的 就是直到12月前呢 那这个欧盟呢 就是已经是萎缩0.1%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他们是 真是临进入经济衰退的边缘了 那而且呢 英国呢 最近这12个月的这个服务业的表现呢 是比想象中的预期是要快的 是超出了本身的预期 就是想着我们都会可能低了一段时间 那现在又不是啊 现在原来英国是有增长的 那所以你会看到 好像原来离开了欧盟呢 开始那个车呢 那个引擎 warm up 了 可能是 就是开始看到 可以爬 一些处光 是的 爬到出去那个 那个阴影那里 那当然啦 就是你欧洲的经济衰退呢 一定会对英国是有所影响的 嗯 但是问题是你始终你有很大部分的经济 跟它再不是直接有关系的时间呢 那我们要摆脱它的机会呢 都会大一点 因为最主要是整个欧元区都不行 那你只要洗欧元的国家就已经不行了 那可能有些国家就差一点 有些国家就好一点 但是你好一点的那些没用 你会被差的国家拉低了嘛 嗯 它们会跟你拉回那个curve出来 但是你英国脱离了 你不用再跟它拉curve的时间 那我的表现就只是属于我的表现嘛 好又是我的 不好的又是我的 那我自己捧回自己一部分 那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嘛 但是如果你说 我已经好得 就是很少很轻微了 我还要给你后面大大扯后腿的话 那我就沉得更加快了 嗯 就是说到这里呢 我有点点忽发其上 之前呢 就是说工党这个Kia Starmer 就走去欧洲那里 就跟大家去谈一个3rd party的交易 对啊 英国呢 又回去做一个第三个Tier的成员国 对啊 那之后呢 我们有Freedom of Movement的 那些税啊那些呢 就维持回欧盟区这样的税 对啊 然后其他东西就保持一下 你英国还英国 他们还他们 但问题是呢 当工党如果下一届真的上台的话 那它拉回我们进去的动力呢 就是可能很大 就是首先本身 它已经想拉回我们进去的了 是啊 再加上如果你欧盟是经济衰退 嗯 那它没有水嘛 它没有水它当然是想找些 撲水 是啊 要撲水咯 那就拉多些人落水咯 而且你英国有经济增长 我不要理你零点几个%也好 小小都好 分点给我们 小小都帮忙 那它也都会 就是可能打很多开口牌 说喂 我很欢迎你进来 我给你很多好处等等等等 其实就 陷你落塞 就是搭鸡棚啊 搭个鸡棚 然后叫你啊 你进来啦 你进来啦 可以的啦 有事慢慢讲 然后你又进去的话 那你就给它说对了 你进来就对了 我们一起沉落在下面 所以就算你说加入欧盟 我又不是完全反对 但是问题是呢 它加入的时间都很重要 就是我觉得英国人也要清醒一点 看清楚 究竟它叫你加入的时候 其实是它在找你的好处 还是你有好处痴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那说起英国呢 就是最近的经济上面呢 有所增长呢 本身就已经是有点点驱惊的啦 嗯 另外还有一件事呢 就更加驱惊的 今天呢这个Sky News也都报导 英国最好著名的一家房地产顾问 Nike Frank呢 嗯 最近刚刚一月份 对现在未来2024年的屋价 那个预期预测呢 就跟之前的预测呢 就完全成了一个反比 之前在十月份的时间呢 他们预测英国的楼市呢 今年是会跌4%的 是 就是若莫啦 但是它不会是一次个跌 就是会阴一点阴一点 是 可能一月份少少 二月份少少 是 0点多 总之你就不是很觉 好像假释 是 就是你看完Right Movie 不是很觉的 500磅 1000磅 你感觉不到的嘛 是吧 你感觉不到的状态 阴一点阴一点 但是呢 现在最新的预计呢 就跟他之前说的呢 就完全违反了 他说今年2024年呢 英国屋价呢 会向上调3% 就是竟然啊 但是大家都要知道呢 这些房地产顾问呢 你听得多 跟天气预测是一样的 就是不能尽信的 不过 实际数字显示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月呢 刚刚十 sorry 十二月份 十二月份应该比较静的嘛 其实都比较少人买卖楼 但是竟然 十二月份的屋价呢 是平均上升了4500磅的 都挺多啊 上升4500磅 那轻微比去年呢 是跌了0.7%而已 哦 就是少到是看不到啊 跌不到啊 那现在呢 英国目前 整个英国计呢 一个typical的 的屋啊 就是譬如可能一间三房的 Antaris 或者Semi Detached 是 现在是卖359千的 一间典型的屋 他没有讲哪个区 没有讲多大 没有讲是什么款 是 总之一间典型英国的屋呢 就要359千多了 那他说呢 但是 因为今年呢 是新楼起的数目啊 是 比去年同期呢 是多了15%的 那也都呢 是比买家需求呢 是多了5% 那就是说 就算今年的楼价 是有 轻微上涨的趋势都好 嗯 那仍然呢 我们都会处于一个 比较 就是以BIAS 是优先的一个market 就是BIAS 就是会 多个人想买 就是啦 那个supply 会大个demand少少 ok 那然后买家 理论上呢 理论上呢 他购买的过程 就不会那么痛苦的 因为我们 我们之前试过2021年 最夸张的2021年 2022年 就是遇到 根本你是买不到的 看都看不到 每一间屋都在拍卖 你根本是 跟全英国 是进入了一个拍卖市场 你没有一间屋是可以 正正常上 他说多少钱 你就给多少钱 是没有这样的 就是你除非买新楼 买新楼 你都要好像 都有人参加 好像欠演唱会票 那样 就是前两年 我都觉得 我觉得是太过分了 就是那种这样的生态 那现在呢 他说就不会 就是今年应该 就不会出现这个 这样的状态 那但问题是 楼价也都不会 有太大的变动 就是 roughly 是会和去年差不多 但是 去年大家不要忘记 去年的楼价 是差不多 英国的高位 就是最高位 就是说其实 之前那层升了上来 是没有跌下去的 就是这个是 现在目前 房地产顾问 对2024年的预测 我自己觉得呢 其实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 因为你有鸿海的问题 你有燃油价格上涨 和质量的风险 嗯 再加上你那些大选 嗯 和这个欧盟的经济衰退 我自己就没有它那么乐观的 我觉得这个楼价呢 最多都是维持在 和现在 就是可能0-0.1% 这样的水平 或者可能有少少 一点点跌 你说真的要 持续上升多3%呢 我自己目前 就是以我做这一行的经验 我就不是很看到的 不过呢 他这个估计呢 就未必不可能的 他based on 这些什么呢 他based on 这个 英国英伦银行呢 会减息 就是他认为在 2024年长线来说呢 是会减息 是会低于现在的 那其实我上网 也做了一些research 譬如如果你现在 放钱下去 英国的银行做定期的话呢 其实一般来说呢 3-6个月呢 你是可以拿到 大概4.5-4.8厘不等的 那有些更加高的 可能做到5厘 那但是呢 你可以细心留意一下 我其实看了几间银行都是 如果你再放长跌 譬如可能是12个月的话呢 它的利息会突然跌到3点多厘 那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银行大部分 都估计英伦银行会减息 如果不是它为什麽会放越长 它竟然会越低 照到你我放12个月 你应该给5%以上我 否则 否则没理由会跌下去的 那就是因为大家预期 去英伦银行减息 那如果英伦银行一旦减息呢 那你mortgage的负担就会小了 因为1-2%是很重要的 即不是到你自己要逐期的时候 你都感觉不到的 那个紧要性是多少 是life or death 是买到和买不到的分别 那所以很多人可能就 刚刚在一个freshhold 它负担得起和负担不起 那个freshhold那里呢 一旦减了半厘 或者减了一厘之后 它负担到了 那那班新买家就可能会 去涌入市场 从而导致它所认为那3%的出现 那但是再次 这个始终我言之上早 我们现在是1月份 那是不是真的会发生这件事呢 那都有待观察的 那所以最后呢 我在这里呢 自己小小个人意见呢 就是觉得如果你是 要借mortgage去买楼 你准备入市的准买家 又或者你已经是要 差不多要转丢了 你要找银行去找新丢的时间呢 嗯 我不建议大家去选一些 是很长的 就是可能是4年5年这样的交易 那那些呢 它现在绑死你的息口 就在你现在的息口的状态那里 可能它是比2年的便宜0.25 或者0.5 但是我觉得如果它减息上来的话呢 它会比它 就是现在绑起你的优惠呢 是更加高的 嗯 除非你说就是打仗战争啊 或者有inflation通胀啊 就是再有这些事发生的话呢 那你就有个不确定性 那所以其实 就算即使你取我的计划 也是有风险的 就是我不能够说 我一定是准确地预测到 它一定会减息 但是问题是 我觉得如果现在目前为止 这个阶段呢 你直接就进入一个 很长的交易的话呢 那其实我觉得是 就是对你自己来说 也是不利的 因为如果大趋势是会减息 而你又进入了一个5年的交易 那你到时你就真的望梅轻叹 你怎样离开那个交易呢 你可能要罚钱啊 你要再给那些product fee啊 那一轮的手续之后 分钟你得不尝失 就算你找到一个低息一点的 但是你中间被人罚的 要交出的service charge 可能比它更高 它给了你的优惠 那这个就无谓了 那但是我建议是 可能真的看定一点点了 就是看看后续的发展是怎样的 因为始终现在都是一月了 那你可能去到二月三月 有再多些消息出来的时间 你才再做一些决定啊 Anyway 那么今集的节目呢 去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们的影片 记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一下钟仔 那就知道我们下次何时出片 下集再和大家见啦 拜拜